HELLO 玩漢妮好 我是翠翠 排位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紛紛選好自己的五路 接著我選完射手之後 就跑去喝水了 想說就沒有我的事了 回來一看五樓竟然選了一個勇 全隊發出驚呼 前面也可以看到五樓是自己說 他想要打輔助 所以這場我們完全沒有搶路的情況喔 看一下這場會打的如何吧 這是S場我一個人單排 一開始我買了一把短劍 接著就看到勇買的輔助裝 這個畫面實在是太稀有了 我忍不住多看了幾眼 接著就是我日常跟對面射手換血啦 反正井只要出去的時候 一定要先滾 滾差不多 等到一技能快要冷卻好了 再連射兩槍 這樣對面一定覺得超痛 接著我們家輔助跟中路啦 下路支援 欸欸沒有支援我 有在親我的兵 沒關係沒關係 大家一起分攤經濟 同時呢小地圖可以看到 悟空的野區被亂啦 他使用了回程挑釁戰術 接著我們家輔助就跟打野 一起刷完一波野區之後 來下路幫忙我啦 哇 這個輔助他的等級居然比我高 害我有點心理不平衡 他清完下路的兵之後 我就立刻跑去中路清兵線了 沒關係 這邊呢 喔喔 會再一觸擊發在我們家的紅區 我這邊跟悟空想要先打這個卡芬妮 麥克斯剛好也飛了 我這邊等麥克斯先進去 足夠扛塔 我帶一個一技能翻滾射擊 成功帶掉卡芬妮的人頭喔 接著帶回我們紅區 紅區感覺很多敵人喔 好像可以打一波看一下情況 這裡 這裡羅很可愛 交了個凝霜 欸 大哥你的凝霜時機交的很神秘 這裡不小心被美娜勾到了 趕快閃線跑走 好混亂喔我的天啊 這場我們得先跟大象道個歉 因為我們這場幾乎沒有 全隊沒有什麼控制技能 讓大象失去存在的意義 我本來想要跟卡芬妮搶這隻鳥 沒想到 喔我血竟然耗那麼快 大象直接開打 哇他找到了存在的意義就是塔殺我 這時候我們的勇在上路打鳥鳥 麥克斯跟我發出了同樣的疑問 下路對面人三人海啊 麥克斯一言不合就開飛 麥克斯說跟著我 接著呢他殺掉了囉 但是被卡芬妮殺掉啦 我提著大砲快點回到線上 再不回到線上就沒有兵線了 可力親王一波兵我打開我的面板 砍了第二次 砍了第三次 非常難過 我是全隊經濟最低 截圖紀念一下 這裡竟然發現我們家輔助在吃紅buff 那既然兩個都是射手 反正誰拿到誰幸運囉 YES我拿到了超開心 這邊真的要快點多賺錢 不然我會打字琴 勇把輔助莊讓給我 這邊最後一槍幸運搶到鳥鳥啦 勇來下路跟我一起打野怪 跟我一起清兵線 跟我一起推塔 推塔 大哥你的血 大哥大哥大哥 我真的是心力嬌催 勇終於講話了 核實靈一次龍 他應該是要說 我們打野好像都沒有吃到魔龍 但是我覺得也沒有差啦 反正我們這個隊伍 大後期 應該是蠻厲害蠻痛的 這裡麥克斯直接衝了對面的大象 我很容易要不要過去幫 我又是不太喜歡放生隊友那一種 結果我發現我錯了 完蛋了 被美娜一個大盜 然後卡芬妮 哇 卡芬妮大招 我真的沒有想到那麼痛耶 就這樣被他大招噴死了 喔 我很抱歉 上路應該會掉 我看了一下戰績 這個永恆又有想法出了那個 神秘的鈍鈍狀 感覺都沒有美娜出解控比較好啊 卡芬妮吃掉了凱薩 麥克斯怒飛一波 這場的麥克斯真的是很敢飛耶 旁邊完全沒有隊友 我們也跟不到 而且由於這場配置關係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人可以爆牌 我們的輔助都自稱難爆了 但是有個優點就是 現在中期開始 我們傷害漸漸有打出來囉 剛剛一槍 我跟勇一起射羅 那個羅直接殘血超快樂 看到上路的悟空被追殺啦 看一下情況上去幫忙 這邊如果我是勇 我真的會出視野 不然我完全不敢探草 這裡看到射斐斯 趕快跑 好險他跳的是勇 勇真的是謝謝你 最後一個翻滾射擊 成功先帶掉射斐斯 哇塞有800塊耶 超賺 欸那要小心一點 哇我居然往前滾 真的是我的 我的小失誤 差點死俏俏 這裡再看一下悟空 悟空怎麼好像 隨時隨地都要被追殺的感覺 這裡打了一下藍buff 回一點血 發現大象還是窮追不捨耶 過去幫一下悟空好了 雖然我覺得他 絕對是100%可以逃脫 啊對了 玩了13分鐘說說我的心得 我觀察出這個勇的套路 就是賺錢套路 他就是想說 喔對上崩掉沒有關係 反正我這個勇後 其實有錢了 還是可以凱瑞天下 但是我們現在超級慘了 外塔要被推了 還有隨時會跳我的射斐斯 超恐怖 直接被跳到 好險我一個翻滾射擊 沒有被美娜勾回去 勾回去我現在就是要去泡溫泉 現在只好奮力收塔啦 我們家悟空先收掉了查戈納爾 接著我在後面慢慢說出 好險我們有手下 痾...好像也沒有手下這一波 我們又要掉了這座塔了 這個前中期真的是過得苦不堪言 這裡先穩穩的清完兵線 但是我還是覺得 只要後期我跟勇射對面隨便一個人 應該都超爆童 接著兩隻射手就要幹嘛 你們看4秒就可以吃掉魔龍 超級快 拿到一個黑暗之刺之後 看到中路有人被美娜勾住了 趕快過去幫他 我們現在傷害已經有了 現在算是後期了 我跟勇都非常痛喔 成功幸運有拿到紅 來中路繼續清兵 這邊其實走位真的要很小心 我們家的悟空去搶凱撒 但是呢 他被那麼多人追殺 而且悟空死了 我其實不太敢再往前滾了 這時候我們麥克斯飛了卡芬妮 我的眼睛只有在右邊中路那一團團戰 我沒有想到 羅竟然把凱撒打掉了耶 哇 這時候麥克斯表示 他引開3個人 我們3個人為什麼不去搶凱撒呢 對面在上路放了天空巨龍 哇 我們現在3個人要守一下山路的兵線 但是我覺得我跟勇 現在清兵算蠻快的 看到這邊 你覺得我們這場到底會不會贏呢 這時候悟空講了一句突破盲點的話 勇自己都不保了 他怎麼可以保我們 沒錯 所以這場要非常小心 不過還好我現在身上有黑暗之刺 對面現在已經腦衝了 羅交了一個凝霜之後出來被我們收掉 接著美娜一個閃線往前大招再次被我們傷害收掉 哇賽 對面還剩下瑟斐斯跟卡芬妮 麥克斯直接衝了一個卡芬妮 最後卡芬妮被我們收掉了 成像起風了 我們山路的兵線中路還算可以喔 哇這邊射一槍瑟斐斯 也是直接打他四分之一的血 這邊我們中路一波是不是有機會呢 大家覺得這場到底會不會就這樣贏下來 我當下真的超緊張 這邊我們麥克斯真的做得很對 就是他一直去騷擾那個瑟斐斯 然後給我們射手瑟斐斯的視野 所以我們就可以站在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然後於是無爭的點塔 這裡兵線進卡 居然贏到了這場遊戲的勝利 欸竟然有輔助可以贏耶 真的超級不可思議 我們這場的輸出經濟什麼都超級平均的 我還是覺得他要玩奇怪的陣容 或奇怪的角色 像我如果要玩的話 我就會選擇一般常玩比較安全 這邊我真的很好奇這個勇 我就點進去他的交友名片看 哇果然是台灣之勇啊 他應該是要衝全服 所以每一場都可以玩勇啊 無路皆勇 我還真的玩了這麼久的傳說 大概玩了兩三年 我從來沒有遇過輔助是勇 你們還有遇過什麼神奇的輔助嗎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另外新的賽季的改版資訊 如果不清楚的話 可以去看看佑哥的影片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翠翠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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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